现在我们的摊子刚出好 对面来了烤红薯的大姐 每天下午只卖两三个小时 就可以赚到一两百块钱 她的利润比我们大多了 现在是晚上的五点钟 刚送走这位客人 又来了位美女 这位美女在老板娘那边买猪费 我们看她等会过来要吃什么 好久没吃完酒 为什么不让我讲话 是不让的 Yes, it is 撒三个 三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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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, no problem 老板娘 你现在跟他俩交流很累啊 不累啊 他讲话我说没听你 他讲他的我听我的 没听你 好,还要吗 这时候我问美女还想吃什么 美女看了看 没什么比较合口味的 多少钱啊 呃,这是 四块 总共十斤 多少 十二块钱 我告诉你啊 你讲钱的时候你别跟我家赢了 我告诉你啊 为什么呢 讲一门我就装三块 哈哈哈哈 这位美女也是老顾客了 她经常过来买菜 我也是 我们也经常在一起开玩笑 嗯 也是 你是 你也是 你也是 我哪个朋友啊 哪里 你是 中文班 哎呦 哎呦 接连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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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本大 哦,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